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我們香港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 回歸之後 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是存在明顯法律上的制度流動 修例風波以來 香港反對派是勾結外國勢力大肆破壞 港獨激進勢力也都日益猖獗 暴力恐怖活動不斷升級 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和經濟民主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繁榮穩定 在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 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下 由中央出手解決香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突出問題 是勢在必行 涉及國家安全立法針對 是針對著分裂國家 顛覆政權、恐怖主義 和外國干預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對我們絕大部分的守法市民的權利 和你們享有的自由 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的 我們呼籲香港廣大市民 為了共同福祉 支持一項國家立法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歡迎您的收看 歡迎您的收看 請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